乳腺的原胃癌是指发生在乳腺的导管 或者小叶的一个组织学肝炎的一个早期癌 它有这个乳腺导管内原胃癌和小叶原胃癌 它们都是指 就是说我们这个肿瘤细胞 癌变的细胞仅仅是局限在肌底膜上方的上皮细胞内 并且伤未突破这个肌底膜 向下成一个近日生长的这个状态 所以就是说我们如能及时的发现乳腺的原胃癌 我们做一个尽早的一个治疗 就手术治疗是可以达到一个治愈的目的 并且后期呢 我们是无需进行对身体有害的一个化疗或者放疗 刚才我们所说 就是说对于原胃癌 我们有乳腺小叶原胃癌和乳腺导管原胃癌 我们先谈下乳腺小叶原胃癌 小叶原胃癌呢 发展成近日性小叶癌的风险比较小 它是具有癌变间歇长的特点 就有一些研究发现 就说最终从小叶原胃癌发展成近日性癌 这个概率只有8% 因此就是在我们第八版的HCCC分析中 已经将小叶原胃癌纳入了一个良性的病变 不再认为它是一个癌前的一个危险因素了 但是导管原胃癌 现在目前还是被普遍认为 是一个近日性导管癌的一个前驱的病变 导管原胃癌不经治疗 最终可能会发展成近日性导管癌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